当地时间7号包括西伊路撒冷 以及以色列经济中心特拉维夫等城市和地区 拉响多轮防空警报 来看总裁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以色列经济重镇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一个居民区 在我身后不远处的这栋民宅 在当地时间7号的清晨 就是被一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所击中 这栋民宅里面的居民也是被当地的警方 输散到了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居住 我现在是在位于耶路撒冷以西的一个犹太人社区 这里距离耶路撒冷市中心也不过十几公里 那在当地时间7号的上午 一枚火箭弹就落在了这个社区道路的中央 造成了这样一个直径2米多的巨大的弹坑 因为所有的房子都被吻得了 所有的窗户都被吻得了 我们听了一个很大的爆炸 30分钟后我们去外面 我们看到了那些窗户的车被吻得了 然后那些窗户的房子被吻得了 我们看到了这些窗户的窗户